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一起去挑选一棵圣诞树 然后给它装饰 然后我往年都是有一棵人造的圣诞树 我一直想试试看真树的质感 但是我又觉得每年过节以后把这棵树丢掉有一点可惜 所以我想今年我先买一棵小树苗 想着在节日过后也可以继续接着慢慢养 那我们今天就去苗圃看一下都有些怎么样的树苗吧 今天我来到了苗圃 发现有这种小的松树 这是叫做 看看 小的松树 很好看 想买一盘子 不知道是这种中型的好了 还是下面这种小型的好了 好吧 我最后都是挑了一棵小的 试试看 嗨 大家好 我从苗谷回来了 今天我搬回来这样的一个小树苗 它的名称叫baby blue 是一种美美的云山 我选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这种蓝色的叶子 其实我看过一些网上的图片 这样的一个蓝色的一个页面呢 在花园里面的花景大配是一个不可多的一个颜色的搭配 这个北美云山它是属于冷去的植物 它非常的耐寒 但是呢 对于夏天能不能在加州这边能够安全的度下 我还有待观察 所以也是基于这一个原因 我就没有买一个桌苗 我就买了一个小苗 先试一下 其实除了这个北美的云山 现在Hondipo或是Lowe's 已经上市了很多小树苗 这些品种也许能够更适合当地的气候 所以大家也可以眼眶去苗谷看一下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小树苗它的根系吧 能不能看到它的根部 其实已经长得挺满的 它确实是需要缓盆 只是它的这个树形还比较小 如果换一个比较大的盆的话呢 在造型上面就不够丰满 今年的这个圣诞节的使用的话呢 我还是会以圆盆为主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盆黑黑的 其实还挺难看的 所以我们首先给它用点小小的装扮 让它变得更好看吧 那我们需要用到的工具呢 它是这一个热绒胶枪 以及是这一个绳子 首先呢我们给它的这个边缘 上面有上一点热绒胶 然后这样 可以最初的这一个绳子 然后这样第一层就工具好了 下来我们就可以绕着它这样 绕圈圈 好了我们就需要在这个连接处上面上一点胶 然后把鸭钻绳子放上去 然后就这样把它一直绕着圈圈 是不是很简单 是不是很简单 需要有时候拉得紧一点 然后能够贴得得好一些 可以在这个连接处稍微按久一点 不然否则就会像我这个 然后可能有点打开 好了就可以了 最后我们把多余的绳子剪掉 然后记得要用热绒胶枪 然后比较好的固定最后这一面都维持的 好就是这样 是不是很简单 其实大家也可以在家尝试一下 如果你觉得那个盆 你不想换盆 但又觉得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套盆的话 这样是一个非常简单 又简便的一个方式去 把你的盆器的样子提升一下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做的 Gurition吧 首先这一个是从HomeGoods里面套来的这个托盆 它是一个圆形的 非常喜欢我这个长帽型的Coffee Table 因为我们这个盆里面是一个顶动的 为了不弄燥 还是放一个碟子在下面 这是两个很可爱 从Tugget里面买回来的小小的圣诞树 这个也是从他给买的玻璃小房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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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生机 接下来我们给这个小的圣诞树装饰一下 这些也是在Tugget买到的装饰品 比较小的挂饰以及一些LVD的彩灯 最后我们当小房子 装一个灯吧 特别的 可以品尽可以 stewardship 柿子的盆里面 酒中放一小的盆里面 这个大阪的盆里面 我们要用它 到了这个盆里面 钻到铃盆里面 我们要用它 然后继续冰、我们要把花拿刀 到葱和咸盆里面 我们要用它 我们要做铃盆里面 今天呢我给大家介绍了 如何到苗圃选购这样的一个小授描 以及我们用一个很简便 不快捷的方式 把它简单的装饰一下 直接能够带回家里观赏 以及搭配 我还用了一些从它给购入的装饰品 把它做成这样的一个train 你可以把这个train放在 Coffee Playbook上面 或是放在厨房 或者在接下来的各种聚餐当中 把它放在你们家的餐桌上 我觉得这也是非常的意境 也非常的可爱 那其实圣诞节一直是我 童年里面最喜欢的一个节日 主要是寄托一种童年的梦想 所以呢 每年的圣诞节我都非常的兴奋 都迫不及待地去装饰 今年我算开始的挺早的 已经折腾了那么大一番 也希望能够美美地享受好几个月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 如果大家对我的节目 觉得有点小帮助的话 麻烦你给我点个赞 或订阅一下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你把那个打开 我们有五四种颜色 你最喜欢哪个 然后我最喜欢的是这个白色的 拜拜 各位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